天王星這個星座是七年一換 而今年就是它要換的時候 要從牡羊換到金牛座 所以金牛座這邊就會有變動 金牛跟天鞋人就開始有一些變動 好 那再來另外一個就是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好 那另外一顆溺在一起的 就是我們的水星逆行 現在就開始準備要水星逆行 一直逆到四月中以後 還有後期效應 通常水星逆行的話 因為它是訊息的交流 可是接下來可能 譬如說可能你會遇到有廉價 航班 譬如說像黑人哥常出國 有一些旅館這一些 都很容易生變 然後就記得不要有一些 重大的這些決策 好 那有三個星座 在四五月份感情特別要留意的是 首先是金牛座的朋友 金牛座的話我們講 木星就是逆在妳的夫妻公伴侶公 天王星就是逆在妳的秘公 秘公本人 對啦 沒事啦 沒事 妳很好 沒事 很好嗎 沒事 沒事 因為木星畢竟是一個 擴張的貴人心 但是它逆行了以後代表 如果你過去有一些 沒有整理好的糾結 有一些芝麻綠豆的成年往事 他會來找妳喔 不是會 對 會來找妳 冤親在主會來找妳 就是找妳要來解決事情的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說 逆行大家不要害怕 我們要把逆行當作就是說 很好 太好了 終於有這個機會讓我 重新再來 對 直指核心來化解 沒錯 然後就把這個解冤釋解有沒有 這些在主就自然小人退散 然後妳的人生就會圓滿 金牛是特別留意就是說 因為我們今天有講過說 他逼近土星 他的遷移公 他常常會出國奔波 所以在跟伴侶之間不管是 未婚的單身者 或者是已婚的伴侶 很容易為小事吵架 可能會有一些 譬如說金錢上的共識 買房 或買車 或小孩 等等之類的 或者是未來 會有很多討論的部分 記得這些舊式重提 我們是要把它處理好 圓滿好 而不是要吵得更深化 好 另外一個上把的星座 是我們的天蠍 剛講這是對角星座 所以說我們的天蠍座也是 天蠍座今年我們的木星 就是溺在他的命宫 天王星在他的伴侶宫 所以一樣 水星又溺在他的職場 所以如果天蠍的伴侶 剛好是職場的同事 那就更容易中獎 所以說他們是那種 很想要改變自己 覺得我好像應該要 以前這麼犀利 我可能現在可以學習溫柔一點 可是那種又不像自己 所以就在那種想做自己 又不想要這麼的委屈 在感情裡面 就會產生了一些狀況跟問題 所以說有很多天蠍座的 加上現在第三個星座 就是我們的射手座也上榜 天蠍座射手有發現說 就是在過年前 大概2月中以後開始到現在 越來越不舒服 因為譬如說你可能有一些 沒有分好手的舊情人 可能會有一些難堪的 過去的糗事或往事 你不想要再提的 可是被翻出來講 或是說可能會有一些 什麼舊的新聞 舊的事件 舊的回憶 你不想面對的 可是這是好事 尤其對射手座來講 今年木星就在你的潛意事工 潛意事工就是什麼 整理業障的時候 對 所以說其實雖然逆行 聽起來很可怕 感情特別要注意 但這也不妨是我們 要怎麼繼續的幸福 走下去的最好的時機 好